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千三百多人同时在吃方便面 无论是拆旅出游还是生活应急 方便面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是让我们填饱肚子的方便之选 但是近十几年来 有关方便面有害的报道层出不穷 方便面中有防腐剂 吃多了会变成木乃伊 方便面上有层辣 吃下后会堆积在人体内 不易消化 网上甚至流传一条消息说 一名二十四岁的女大学生 在考研前夕连续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结果发现竟然得了晚期胃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方便面成了不健康的代名词 人们在爱方便面美味的同时 又不免纠结于它到底有没有营养 经常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方便面的面饼是全油炸的食物 很多人认为凡是油炸食品都非常不健康 都容易产生致癌物质 那么油炸食品中会有什么样的有害物质 它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在古物类制品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叫秉析鲜案 它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 就是说目前的话在动物身上能看到有明确的致癌的证据 但是在人身上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 自人类开始钻木取火烹饪食物开始 秉析鲜案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食物中 建议查明秉析鲜案是由高淀粉类低蛋白的食物 比如面粉土豆等在高温下烹调时产生 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被人体吸收 其中经消化到吸收最快 而进入人体内的秉析鲜案 约90%会被代谢掉 仅有少量以圆形经尿液排出 其实真正对人体产生危害的物质 是在细胞色素的作用下 丙析鲜案生成的活性还阳丙鲜案 丙析鲜案它的产生是来自于高温加热 那无论你是油炸的或者非油炸 它也是要高温烘焙 那么高温下它都或多或少会产生这个物质 实际上为了强占市场 近几年有些食品生产企业 会打着非油炸食品的旗号 来迎合消费者的好恶 但其实上 这些宣传只是预盖弥彰 掩耳盗铃的噱头而已 只要是高温油炸或高温烘烤 丙析鲜案都会产生 当然也包括您家中的自制食品 而丙析鲜案产生的多少 也直接与加工烹调方式 温度 时间等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 人们担心的方便面面饼中 会有丙析鲜案吗 它与癌症 会有直接的关联吗 为了求证方便面致癌的说法 走进科学记者 决定对油炸食品进行检测 在北京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我们为此次检测 选择了人们生活中常见的三种油炸食品 它们要和方便面进行 丙析鲜案含量的对比测试 一种是北方人热衷的早点 油条 另外两种是年轻人喜爱的 薯条和薯片 既然丙析鲜案的含量多少 与油炸的时间和温度有关 我们也将选定测试的样品 进行温度的监测 以便将更加直接客观的数据 呈现给大家 其中的薯条 记者没有选择快餐店现成的食品 而是到超市中选购还未加工过的半成品进行烹饪 在家中 我们用红外测温仪随时记录油温的变化 大约180秒后 温度为19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 我们香脆可口的油炸薯条出锅了 在早点摊前 记者偷偷记录了油条炸制的温度 而炸油条要比薯条用的时间快很多 用时不到60秒 但油温要比炸薯条高出20多摄氏度 至于方便面 我们找到了天津生产基地的某方便面企业 在这现代化的流水作业中 每一块面饼都严格以110秒的时间从油锅中通过 而此时监测的油温基本保持在130摄氏度左右 另外 记者还在超市中购买了一些现成的油炸薯片 带上薯条 油条和方便面 就是我们此次检测的宾溪先案的四个样本 鉴于检测过程的复杂性 我们需要等到第二天傍晚 才能得到检测的结果 其实油炸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在高温长时间反复的油炸 使得油脂里面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 那么这个跟消费者在家附近的小摊子上面 常常看到油已经炸到很黑了 颜色很深了 还继续在使用 但在深圳的食品工业上面的油炸 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大量的产品进入到油锅以后 它会带走一部分油 那么在带走的油的过程当中 你就必须要实时的去补充新的油 而且现代化的方便面加工设备里面 它是循环不断的滤除油里面砸下来的渣渣 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确保说 这个油本身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工序 而产生有害物 在方便面生产车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 从面粉到完整包装的方便面产出 大部分是在自动流水线上一次完成 而其中面饼过油的时间和温度也是由电脑严格控制 这样生产出的方便面会含有多少的屏息鲜案呢 第二天傍晚 记者准时来到北京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实验室 你好 我想看看昨天我们拿来的样品 现在检测结果出来了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是昨天样品的检测结果 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份方便面里面 丙齐鲜案的含量是30.71微克每千兆 以这次温度检测的调查为例 让我们看看 丙齐鲜案含量与杂质时间和温度的关系 其中方便面用时110秒 温度130摄氏度左右 测得丙齐鲜案的含量为30.71微克每千克 油条用时不到60秒 温度219摄氏度 丙齐鲜案含量495.90微克每千克 薯条用时大约180秒 温度189摄氏度 丙齐鲜案含量1110.21微克每千克 虽然薯片杂质的时间和温度无法检测 但它的丙齐鲜案含量却最高 经有3614.51微克每千克 足足是方便面数值的120倍 咱们从实验的数据得到的数据是 丙齐鲜案的致癌的或者是致有毒性的剂量呢 是要几克甚至几十克 但是一个方面面就算是100克的这个面饼中的含量 可能只有几微克 这个食物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和这个食物是一个毒物 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为包括这个丙齐鲜案含的含量很低的话 它是对人体不会造成任何一种影响 就即便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比如维生素C 我们需要量大概是每天200毫克 但如果说你要一次吃了一克以上呢 那你这个维生素C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毒物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没有必要对方便面饼的这些所谓的有毒有害物质太过恐慌 那么有些媒体在网络上报道说 女大学生得胃癌 罪魁祸首就是方便面饼中含有的致癌物 这样的说法可信吗 为此我们来到无警总医院肿瘤科 请教这里的肿瘤专家 如果说我们知道吃一根血涨胃癌 我们就知道胃癌的诱发的因素了 那我们切断这个因素就把这个胃癌就可以攻克了 所以这个新闻呢 就是假的 就是不科学的 肿瘤的发病是很多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的 女大学生患上胃癌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因为连续吃一个月方便面 很可能是由于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不规律的作息方式 加之平日对胃部疼痛的轻视导致的 甚至家族遗传因素都可能成为其发病的诱因 因此网络上对于方便面种种致癌传言 显得过于片面和夸张 如今的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问题 似乎已成惊弓之鸟 种种有毒传言迎合大众的恐惧心理 应运而生 我们有必要坚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 避免以讹传讹传播恐慌 又到初夏 小龙虾上市的季节 热闹的夜市上空 到处飘荡着小龙虾的香味 但就是这样一种美味 却令很多人心有余悸 2010年下 南京古楼医院在短时期内 收治了多名病状相同的病人 流行病学家从病人的就餐室分析 高度怀疑 小龙虾就是导致这一事件的元凶 也就是从这世起 一些关于小龙虾是在污水中长大 靠吃腐蚀为生 体内充满寄生虫和重金属 使用有毒的说法 开始被传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在每年5月 小龙虾上市的季节 更是被反复转载 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食用小龙虾真的不安全吗 越来武汉 洗虾子喝啤酒晚上武汉 这是最舒服的地方 我们卖都是来的 所以我们再考虑别的点 洗虾子是我们最喜欢吃力 我个解是一定要吃力 那如果你们有没有在网上看到 有很多人说吃虾特别不安全很脏 你们有看到这种说法吗 看到过吗 我也是担心还是有一点 合体的东西有时候跑不干净呢 就是那个虾的这个就是有什么都重金属什么的 你们也有考虑吗 你说呢 口感大于一切吧 一方面人们对小龙虾的热情不减 另一方面也对小龙虾的卫生颇为担心 小龙虾真的是在污水中吃腐蚀长大的吗 网络上关于寄生虫和重金属的说法是真是假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来到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找到了被称作小龙虾研究首席专家的 苏欣亚研究员 苏欣亚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小龙虾 对于网上关于小龙虾的传闻 舒教授也关注了很久 每年都有很多的人给我打电话 就谈这个问题 每年也有很多的媒体 希望我出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每年也都在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解释 因为这个食客嘛 不但有新的人来吃它 那新的人来吃它 可能多少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利率 实际上这些说法 我觉得都是对这个小龙虾不太了解的原因 舒老师告诉我们 小龙虾的学名叫做淡水熬虾 原产于北美洲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从日本引进到中国 如今已经在我们国家广泛分布 为了让我们对小龙虾的习性 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舒老师决定带我们去湖北省的前江市 看一看 前江位于湖北省的中部 因为河流密布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就已经开始推广小龙虾的养殖 在这里几乎到处都能见到小龙虾的养殖区 在前江市的后湖管理区 我们来到一处小龙虾养殖场 这里是前江正在推广的稻田养蝎基地 每年秋季 在中稻收割后 工人会在稻田中注水 然后投入小龙虾 稻田中 天然饵料能够帮助小龙虾快速生长 到了第二年初夏 小龙虾上市后 工人在把田中的水抽干 接着种植水稻 这种方式 不仅是养出来的虾肉质丰满 也是稻田的收成 比原来提高很多 当地的村民也因此增加了不少收入 与想象中稻田里 到处都是淤泥的景象不同 这里稻田里的水几乎清澈见底 不时能看到小龙虾 在水中活动的身影 难道小龙虾 不是像网络中传说的那样 在污水中生活吗 小龙虾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鱼类养殖 一般是要求水中的营养 不要低于三毫克生 我们从数据上来说 不要低于三毫克生 而这个小龙虾的养殖 它不要低于五毫克生 也就是说它的对农养的要求 几乎是鱼类的一倍 所以在水中出现水质不好的时候 就先死虾 然后才是死鱼 为了验证舒老师的说法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 由一百多户社员组成的 小龙虾养殖合作社 合作社的黄会长 听说我们想看看小龙虾的生活环境 立刻带我们划船去了湖面 我站这就行吗 可以 可以 我看到 这里的水面更加干净 随意拨开湖中的水草 都能发现小龙虾的踪迹 这个是壳吗 这个是壳 这是它托的壳 这下子在托过之前 只有六星左右 但是托一次壳以后 可能就要打了八星多了 所有甲鞘类动物 都要通过退掉体表的甲鞘 才能实现突变性的成长 小龙虾也是一样 在小龙虾的生长周期中 这样的退窍要完成十多次 而养殖区湖中种植的水草 除了有进化池塘水质的作用 更是为小龙虾的退窍 提供了隐蔽的场所 这个小龙虾的脱壳 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 如果水质不好 它就脱不掉壳 就会死掉的 如果有敌害的干扰 有人去干扰它 它也脱不掉壳 会死掉的 小龙虾脱壳的时候 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既然小龙虾无法在污水中 完成退窍 也就意味着无法长大 那么我们为什么总能在一些污水中 发现小龙虾的踪迹呢 在前江稻田旁的河沟里 我们也随时能看到 当地村民放置的捕虾网 螺丝是有的 有有有有 有虾子的 有有有 是小龙虾吗 小的小的 它收了它 刚收 它刚收 刚收的 哦 还真是有 只不不多 对对对 其实呢 这个我们在自然的活距里面呢 都有很多的小龙虾 这个只是你在这个清水里面呢 因为小龙虾 它的生长的环境呢 稀稀的环境都很好 所以它一般都是在底层 或者在水层中 所以你看不见它 只有在污水里面呢 这个因为环境比较差 所以它就要出来 所以它就都误以为 小龙虾就是在污水里面长得 其实在清水里面的小龙虾是更多的 如果我们经常做这个试验的 这个小龙虾在污水里面 那是可以吃货的 但是在污水里面不能生长 如此看来 小龙虾都是在污泥中长大的说法 并不可靠 那么 关于小龙虾传言 还有哪些不属实呢 它们又是不是 是腐蚀长大的呢 以前我们为龙虾都是用那种粗料 这个腐蚀呀 这个豆白呀 这些东西在喂它 但现在通过过来呢 它也开始发展有赤料了 它其实它是个杂质的物 在下地好的时候 如果说有一个什么 这个鸡鱼啊 或者是博士鱼啊 进去了 它会把它全部呢 你可以把它吃掉 吃的是一个架子 你们进去看 吃死的是吧 活的 活的 它吃活的 对 它吃死的吗 死的也吃 你在滚到它那个豪子里面 去了之后啊 把鸡鱼吃掉 按照黄会长的说法 小龙虾的确也会吃死的动物尸体 只是 如果有新鲜的食物 和腐败的臭肉 两种选择的情况下 小龙虾会吃什么呢 为了验证网络上 小龙虾是吃腐蚀长大的说法 舒老师决定 为我们做一个实验 这是放臭肉 是在这里 这里 放在这里 实验一开始 小龙虾就活动了起来 本能地逆流而上 几分钟内 大多数的小龙虾 都选择了 往新鲜肉的方向爬过去 他怕这个臭味 那个臭味实际上是一种 胺 他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稻田里不能用胺水呢 就是用胺水 他就会逃跑 甚至会死掉 如果还怕臭味的话 他应该就不会吃那些烂肉了吧 比如说有一些死亡的动物尸体 他在水里边 他如果刚开始 刚死的时间不长 他那个臭味不是很浓的话 他没有食物是他还是会吃的 但是他有好多食物的情况下 他绝对不会吃臭肉 实验证明 大多数小龙虾 会主动选择新鲜的食物 但是 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小龙虾也会吃腐蚀 这也就意味着 在自然河沟里生长的小龙虾 极有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 而去选择腐蚀 那么 当这些野生的小龙虾 进入市场销售 被人食用后 他们体内会不会带有寄生虫 对人体产生危害呢 这个小龙虾和其他的虾 蟹一样 它以体表 也会有寄生虫 我们在它的体内 发现过一个是肺气虫 一个就是乳虫 像肺气虫 它的腮部会有 体表会有 乳虫呢 它的腮部也有 体部特别是腹部会有 一般在加工之前的清洗 它都跟它去掉了 然后再通过真煮 它就更不可能危害人类了 寄生虫可以通过清洗和 蒸煮后去除 重金属却不会消失 在关于小龙虾的传言中 污水里的重金属 会在小龙虾的体内沉积 甚至会积聚到 正常值得几百倍 这种说法 又是否准确呢 那么小龙虾有一个 很特殊的一点 就是它排毒能力很强 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在污染的水体里面 那么小龙虾的腮部 会有重金属操标 它的肝脏会有重金属操标 但它的肌肉 它的尾肉 都是非常合格安全的 在后湖管理区 套用军经营的水产品收购站里 我们发现了一些 刚刚收购上来的野生小龙虾 这就是在野生环境下面的 它这个颜色 颜色和这个颜色 你做对比的话 它这个颜色 两只颜色它就差一些 这只颜色 它的光泽度也好 而且下面它也干净 下面也干净 个头的话 基本上它的个头的话 基本上要给它 要差不多大一圈了 那这个是销到哪个渠道去 这边 这边到厂里面 我们厂里面把它加工 因为盛产小龙虾 在前江有两家比较大型的 小龙虾加工企业 而这些个头不大的野生小龙虾 因为经不起长途远输 基本上被送到了当地的企业 在加工车间 经过反复清洗和高温蒸煮后 这些小龙虾就会被销售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 我们湖北出口量两万吨 商检部门 每一个批词都要去检测 检测的内容非常多 有重金属问题 有农药问题 有它的一些微生物寄生虫的问题 检测是过关的 美国和欧洲对食品的安全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它每一个批词它也都要检测 所以我们的食品能通过欧美的检测 我想大家也应该是可以放心 能够通过国家的检测 也能够出口欧美 关于小龙虾携带寄生虫 体内重金属超标 使用有危险的传闻 不攻自破 既然食用小龙虾是安全的 为什么在2010年 南京出现横文基溶解症的事件时 专家的第一个矛头会指向小龙虾呢 在南京横文基溶解症的事件发生后 许多时刻开始谈虾色变 事实究竟怎样 为了探明真相 我们又找到了食品安全博士钟凯 作为一名资深的科普专家 他是怎么看待小龙虾的食用安全呢 当时确实是根据这个 我们叫流行病学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两个人都得了这个汉服病 然后后来一问 发现你也吃了小龙虾 我也吃了小龙虾 其他还有好多这个汉服病的患者 都吃了小龙虾 所以我们高度怀疑是小龙虾导致的 但是呢 之所以说它是叫哈佛病 是因为哈佛病叫做不明原因的横文基溶解症 那它的原因是不明确的 在国际上呢 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不光是说像咱们国家一小龙虾 在国外也有吃海水鱼的 有吃淡水鱼的 也是通过流行病学 发现可能跟这个食品高度相关 可能是它导致的 但是呢 当你回头去找说 是什么原因呢 是细菌 寄生虫 病毒 还是激素 还是抗生素 还是农药残留 还是中金属等等 把我们所有能怀疑的东西 都测一遍发现 没找到原因 所以叫哈佛病 叫不明原因的 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这次事件是由小龙虾引起的 但还是有人怀疑 餐馆里用来清理小龙虾身上脏物的洗虾粉 才是导致横文基溶解症的罪魁祸首 这又是否准确呢 洗虾粉实际上 它主要是草酸 这个东西呢 对健康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也不大 它本身呢 它是一个水溶性的 你洗完之后 你再拿水一冲 它没了 然后你在烧菜的时候 它也会随着这个菜汤什么的流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 倒不至于说危害健康 只是说它有没有必要这么洗 尽管洗虾粉 不足以引起横文基溶解症 但是作为一种化学物质 如今也被严格禁止使用在餐饮业当中 一般不采用 就是有种技术 我们也强调用专用的人员 专门对这个虾子进行清洗 只有就是用人工 每一个刷才能放心 目前的话 我们这个一般就是 禁令我们这都是禁令 倒点虾 一般就是说 就是在补洗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肉质 把我们这个底板 是相当干净的 如果是野生的这个虾的话 基本上做我们现在上市的话 我们这个 做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是一般就是不用 拒绝用这种野生虾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国家的 整体的食品安全的水平 其实比过去 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虽然说还是会有些问题 但是从小龙虾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大家关注的 比如说重金属啊 比如说这个哈佛病啊什么的 其实都不足以让大家这么的恐慌的 所以它很多的 其实是制造了一些 具有轰动性的 具有能够抓眼球的这个噱头 当盛夏夜幕降临 食堂边合作室的养殖户 正在给小龙虾进行每天一次的投食 龙虾店里人头攒动 一盘又一盘油闷大虾被端上餐桌 这些年来 在各种风波和传言中 小龙虾背负了太多的恶名 原本餐桌美味 却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 也许只有在科学的面前 才能还给小龙虾一个清白 爱吃螃蟹的人都知道 农历九月十月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 这也是蟹商科伟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一大早 他就来到太湖养殖区 查看今年即将上市的大闸蟹 这个差不多 你再看看它上面这个关节 估计还差不多 还要等一周的时间了 再养一个礼拜可能差不多了 这时间还是偏早了 半斤的时候基本上都不行了 都不能动 科伟叮嘱不让动的 现在已经长到250克重的螃蟹 再经历一次退壳之后 就会长成身价不菲的蟹王 一只就可以卖到400元以上 螃蟹一生要经历16到17次的蜕变 每一次都是艰难的生长历程 危险性也很大 退壳的时候出现任何一点意外都是致命的 所以螃蟹通常是在晚上找个比较隐蔽的水草角落里悄悄的退壳 镜头里这只螃蟹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惊扰 已经十分钟了 它还困在旧壳里 第18分钟的时候 终于看到它从原来的身体里退出身体 长满绒毛的两个大钳子 宛如新生的螃蟹 而这次蜕变 这只螃蟹不仅比退壳前长大三分之一 重要的是进入性成熟期 这也是螃蟹味道最鲜美的时候 市面上螃蟹最热闹最昂贵的时期 然而近几年 关于螃蟹却流传着许多令人畏惧的说法 各大未美的螃蟹都是用激素催打的 比三鹿奶粉还要读一百倍 这些在微信微博中 频繁出现的传言是真的吗 令人垂涎的美味螃蟹究竟是怎么养成的 吃螃蟹到底会不会吃出病来 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江浙一带是吃螃蟹最盛行的地方 也是大闸蟹的主产区 闻名于世的阳城湖大闸蟹 就产自江苏苏州 事实上 在苏州 不仅阳城湖 太湖也是重要的 大闸蟹养殖区 记者的调查 选择从这里开始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曾有太湖八百里 雨下捉不尽的说法 太湖里有四万五千亩螃蟹养殖区 年产量大约三千吨 这么多的螃蟹 它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呢 这是玉米和螺丝 玉米和螺丝 日本一直吃这个 还是别的东西吗 别的基本不怎么吃 这个分数都有的 小鱼 螺丝 玉米 事实上 真的吃给螃蟹吃这些吗 只为玉米螺丝 就能把螃蟹从十克养到三百克 甚至是六百多克的蟹王吗 我们现在的养殖技术 完全能够养到这么大的螃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上海海洋大学的教授王成辉 是中国淡水渔专家 从事蟹类养殖研究二十多年 他认为 为螃蟹激素的这个说法 不成立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其他一些非发带或者添加剂之类 因为它们两个这个瘦挺弱 你投了进去 它不能那个能吸收能够起作用 但有人仍然不理解 蟹农养螃蟹都是从春天开始投苗养殖 到秋天成熟上市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螃蟹就从指甲盖那么大 长到和手掌差不多大小 体重也迅速增长几十倍 它是退一次壳展一次 共和春节养 养到明年到十月份 它大概退五次壳 它每次退一次壳大概放一倍左右 理论上是放一倍左右 如果说你看我们这个 如果是十克左右的线 如果放了每一次退壳放一倍 如果退了五次壳 它可以放到大概三百几壳 三百都可以到五到六年 从理论上来说是五到六年 所以的话这个和蟹的时候 小的时候它是小 它放的倍数它也小 是这么合适 事实上 不论蟹农有没有给螃蟹喂药 上市前都必须经过各种检测 合格之后才能上市 太湖养殖的螃蟹 每年大约三百多吨 是出口香港的 而在人群中流传甚广的那篇 关于香港螃蟹的新闻 如果仔细查找一下来源就知道 这是一篇十几年前的旧文 而且当时的调查结论是 完全符合进入香港市场的要求 但是这些后续的文章 却很少有人关注 经过调查 记者发现 不论从螃蟹的生长规律 养殖技术来说 药蟹毒蟹的说法都不成立 那么是不是吃螃蟹 就没有安全问题了呢 这些美味的螃蟹背后 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样的 致命危险 家住陕西省顾安县的小豪 几个月前开始不明原因的咳嗽 而且越来越厉害 最后吃不下饭 甚至出现哮喘 呼吸困难 整晚睡不着觉 从2014年3月 小豪咳嗽开始 就不断的看病吃药 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但是从县城到省城 辗转看了几个月 却没有一个医生明确告诉他们 小豪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刚开始做的是腹腔积水 但是他现在在做出来找 突然又出来说是胸腔积水 转了几家医院找 现在是越查找不病越复杂 病因不明 孩子的状况越来越差 在医院住了十几天之后 小舟夫妇甚至听到 最难以接受的话 这个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真的 最后查出来找不 是留在花上 就是 我说话 你也不要嫌这个难清找不 那就是生死两重千 就当时说了这个话之后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出来的 最后就是给我找了一个 就是他们外科的一个主任 给我推荐一个 就是内科的大夫 让我去找人家 说是看一下不行 查一个内科 就是把情况问了之后 说是建议我们做一个 废西虫的这个 什么测试 废西虫是什么 它和小豪的病 到底有什么关系 第四军医大学教授赵亚 从事废西虫教学研究二十几年 它所在的实验室 有一种快速检测法 能够在几分钟之内 确诊你是否感染了废西虫 所以在我们这个临床上 见到了大量的这种小孩的患者 有腹水 胸水 心肌肌液 碰到这种病人以后 我们一问病时 流行区来的 有没有吃过小螃蟹呢 有吃过 这个在一看血肠规的检查 视酸性力细胞增高 就基本上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皮试结果证实了赵亚的判断 但是小豪却否认自己吃过生螃蟹 那它是怎么感染肺西虫病的呢 传染源又在哪里 为了弄清楚 自称没有吃过生螃蟹的小豪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肺西虫的 赵教授来到小豪家 进行调查 这是大多数山村常见的景象 清澈见底的小溪从山间流过 村子依稀而见 孩子们在溪水中 嬉戏打闹 也有的拿着网子捞小鱼 翻开石头 抓螃蟹 哎呀好大一只螃蟹呀 我也抓到了好大一只 像我们小的时候给它河里 抓着这只螃蟹 基本上这就是直接把腿掰 就吃掉了 家里有人吗 赵教授走访了几户人家 发现这里的村民都喜欢在小溪里玩 也都抓过螃蟹 却不知道 这看似平常的习惯 暗藏着致命的威胁 螃蟹的这个体内啊 有一种这个寄生虫 叫肺息虫 如果用这种生吃的方法呢 是可以感染人的 人就会得病 实际上喝生水呢 同样也可以造成人的这个感染 已经感染了肺息虫的人或动物 体内的虫卵随分变 潭液进入水中 在水里长到毛幼的时候 钻入淡水罗的身体里寄生 大约三个月之后 发展成数以千计的伟幼 这使得它们需要寻找新的宿主 甲鞘类水生物 蟹 虾 都是它们的目标 在它们体内发育成狼幼 这时候如果进入人或者动物体内 就会在里面安营扎寨 直到缠卵 进入新的循环 这令小豪的爸爸十分意外 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喝过生水 为什么偏偏小豪得冰呢 赵亚回到西安的实验室 把从小溪里抓来的螃蟹喂给小白鼠 希望从它们身上找到答案 但你刚才看到刚才那个实验 没有感染上 每年呢 可能囊幼有一个感染的高峰期 这个高峰期呢 就是每年的五到七月份 这个阶段的螃蟹 囊幼的感染率是比较高的 这时候呢 如果人吃这种螃蟹 特别容易感染 以螃蟹为食材 做成的各种色香味美的蟹验 是江浙人餐桌上的挚爱 除了蒸竹炒这些传统做法 这里还盛行另一种吃法 醉蟹 每到秋天 当地人就会挑选 黄满高肥的大闸蟹 清洗干净后 浸泡在黄酒里 几天之后 这些生猛的大闸蟹 就成了鲜香的醉蟹 然而 对这种醉蟹的安全性 却很少有人关注 这种备手追捧的美味背后 究竟潜藏着什么巨大的危险呢 2001年 上海突然爆发 上千人集中感染 肺溪虫的事件 经过调查 这些肺溪虫病患者 在家里或是餐厅里 曾经吃过螃蟹 其中大多数人 喜爱吃醉蟹 盐烟蟹 为了证实这次实践 是不是因为吃了 这些带虫螃蟹导致的 陈韶红做了一个实验 首先把从螃蟹体内 找到的肺溪虫囊幼 分别放进生理盐水 自来水 10%的红醋 10%的乙醇 酱油和黄酒中 看看这种 用黄酒 盐 腌渍的方式 到底能不能杀死 螃蟹里的肺溪虫 我们发现 肺溪虫的囊幼 在不同的佐料里面 它的生存时间 不同程度的 还至少是有 24小时以上的 充活时间 实验的结果 令人吃惊 酒 盐 醋 生理盐水 这些都不能杀死 囊幼 最长的 甚至可以存活 45天 人如果吃了 含有囊幼的螃蟹 结果又会怎样呢 陈韶红 把确定带有 肺溪虫囊幼的螃蟹 碾碎 倒入盐酸 蛋白酶 混合液体里 放入恒温香 模拟人工胃液 消化食物的过程 我们是 用 螃蟹的肉 放在那个 人工的 百分之零点五的 那个 盐酸 胃蛋白霉液当中 它只能把 螃蟹的那个 肉 变成了 就是透明的液体 没有残渣 但是它的囊幼 还是活得好好的 24小时后 人工模拟的胃液里 蟹肉 已经被融化成液体 连残渣都没有 为什么囊幼 却完好无损呢 因为那个囊幼 它是双层的 它有囊壁 对里面的那个幼虫 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所以说 一般的情况 像那个 放了盐酸的人工胃液的 那个情况下 都杀不死它 看到这里 爱吃醉蟹的朋友 是不是吓出一身了 看 按下决心 以后再也不吃醉蟹了 但陈韶红 却给了我们一个 完全不同的建议 一般的 这个螃蟹是安全的 然后呢 做成的那个醉蟹呢 像一些有品质的 有质量体系认证的 是有严格质量控制的一些呢 就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 从我们五年来的一个 每年的一个检测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没有发现 这些醉蟹 是有非吸虫充用的感染 实验已经证明 酒泡 盐烟 这些非加热的工序 并不能杀死 螃蟹体内的废蟹虫 为什么说 正规厂家的醉蟹 又是安全的呢 看那个蟹的来源 因为我们国家呢 它是 废蟹虫 它是有异区的 特别是在那种 山清水秀的地方呢 它是有大量的 吸蟹的寄生 天然的那个 水系的里面 如果说养殖 有螃蟹的话 你流入市场的话呢 那就不保证 因为它是一个疫区 但如果说你 非疫区的螃蟹 那应该是 基本上是没有的 进入农历九月 就进入一年中 吃螃蟹最好的季节 选择吃什么样的螃蟹 怎么吃 哪些部位能吃 哪些部位不能吃 这些直接关系着健康 死螃蟹 体内含有致命毒素 不能吃 螃蟹体内的蟹肺 蟹心 蟹胃 容易引起不良反应 不能吃 不明来源的野生螃蟹 不要做成 醉蟹岩蟹 以免感染寄生虫 如果你记不住 这么多内容 那么 只要记得 最重要 也是最能保证 使用安全的一条 就是 选择新鲜的活性 蒸水煮透 这样 即使螃蟹里 有寄生虫 也不用担心 会感染啊